大概什麼時候要宣布競選原任 我被尊重中央以外 也會全力的配合 在8月前宣布 我現在努力的把實證工作先做好 問一下說今天林佳龍到市黨部來參加活動 也等於是正式開跑了 那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他說會祝福他嗎 還是說會覺得有一些壓力已經到了 林佳龍加油 在這段時間 我被尊重中央以外 也會全力的配合 那更重要 我還是因為是現任的市長 所以現任的市長還有很多的市政工作 還是要把它做好 尤其還有防疫的事情 還是要積極的地方做好 所以其實選舉都是一時的 最重要你的角色 你還是市長的角色 你總是要把民眾所關心的大小事 全力把它做好才是最重要 那至於選舉 我們都會按照我們黨中央的相關的規定 大家努力向前選 市長這邊會不會跟蔣萬這邊也一起去做合作呢 大家面對所有的問題 努力的做事 一起接受挑戰 民進黨黨談昨天有說市長到現在都還沒有表態競選連任 有可能落跑要去選總統 對市民會沒有誠信 請問市長要不要對市民說明一下 我現在就是新北市的市長 一天當市長努力把握當下 哈哈為市民主持 希望我們在這一年的任期 我還是要把握最寶貝的時間 讓有一些政見需要完成的 我們把它做好 就像公托 我們希望今年能夠做到一百二十千 來對變我當時候的承諾 還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都還是要在家保健 當然這當中南美還有一些我們做得不夠好的 仍然需要不斷地去檢討 希望把它做到更好 大家一起加油 這是市民最期待的 這才是我最關心的